共产党没那么可怕 他们都是吓唬你 拿恐惧 拿家人威胁 拿你的财产你放不下 你不敢拿你的命和你的财产和你所有的东西跟他 他就抓住了你这一点从小洗脑 完了给你们夹锁 把你矿在一个矿架里 完了最后说 你不爱国 你不孝敬父母 你什么输典忘卒 你什么全是属于愚弄我们 今天因为有新中国联盟有爆料革命 有七哥给的平台 我们从此不会再受你的欺骗和奴役了 共产党体制内的你们所有的这些人 最终应该就是开启民智 你们想一想 对吧 郝海东 叶昭影他们都能一无反顾的站出来 这一点我相信你们能在逻辑上 你们能知道 我们一定不是傻子 一定不是神经病 对吧 我就说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跟很多人说过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体制 但是我说我也推翻不了你们共产党 我还能拿着红云枪上井干山去打游击吗 对吧 我说一下子就毕了 这是我在国内啊 就跟他们 很多人聊天 体制内很多人我都讲 开诚不公的讲 对吧 我不傻 我不飙 对吧 我一定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底下 但是人最后要有勇敢智慧跟义无反顾 你不能瞻前顾后 不能害怕 不能被别人吓死 这一定是 因为你从小都是我面对比我大的 我十岁 我身边全是十二三岁 最后我们长起来 我88年18岁 我打打一队的主力 八场进五个 这是我从竞争出来的 对吧 我从打出来的被人欺负 但是我们从来不欺负人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 郝海东没坏了良性 有底线 包括什么到澳门 我都去过 我毫不会员的说 但是现在我都戒毒 当年我过去 那时候邓万龙一个电话 那珠海的刑警队长都立过功的 那在公安部都立功 邓万龙你们看看 我过去 那边给我筹码 我去玩干什么 但是你输了 你得给人钱嘛 对吧 最后了 开厅赌场的老头 我都告诉你 当时都跟七哥聊天都说过 没有一个 你们听过吗 有一个赌场的人来给一个赌客钱 我告诉你们 开赌厅的这个 老的普京啊 那个赌厅的那个老头出来 给我十万港币拿着 当时啊 给我啊 就在桌子上 赌桌上最后 郝海东 不要赌啦 你赢不了的 走吧 走吧 没有过吧 赌场里面开赌厅的人给我十万万 你说你不要赌 这都是我曾经的经历 所以我都知道 什么洗钱 他们的勾兑呀 他们整个的情况 我曾经都有过 而且没有一点在这说 还记 还知道有规律 有那扯蛋 对吧 赌场人都 就是一定说你来 不怕你赢 就怕你不来 没有任何的规律 你只要赌 久赌 就是长时间的赌 你一定输 你除非去就赌一回 不管输了赢了你走了 不赌就是赢 一个毒品 一个赌博 让你家破人亡 人性敏秘 在这里面 千万大家不要沾 所有这一切 就是我 很坦诚不公的 很大家的 跟体制内的这些人在说这些 醒醒吧 你们醒醒 所有这些体制内的人 对吧 你们这些孙子 我们都从小在一起 你只是比我 大个一点时间 就像刚才说的那些 王健林 徐明 许家印 孙洪斌 那个孙洪斌 为了拿块地天天在天津 对吧 陪我们吃饭 你们胡说八道 用小三那个敏洪 对吧 在重庆有项目做不了了 不是在找我 让我去找薄熙来 对吧 就是我见了他们这些所谓做生意的 都是下三滥 都在我眼里 他们连个屁都不是 对吧 王健林送人假表太多了 弄假话 对吧 开始利用郭敬祥 万达月宝斋 送给那个贾庆林 开始弄的吗 他们走的每一步 每一个点 每一个东西 都是我亲身经历 所有在社会上的 在军队里的 在体制内的 你们每个人 郭敬祥讲的每一个人 我都认识吧 你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 薄熙来 那都是来我们这个会议室 给我们开准备会的 对吧 我们下午踢球 他来开准备会啊 薄熙来 都是这样 你想想我跟他有多熟 随便他在沈阳当省长 我敲脚门就去 对吧 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 我敲脚门就去 转过天来什么吴文康 王立军什么的 在车会 他们都请我吃饭 对吧 那个王立军弄个转盘 最后弄个寿司回转 他告诉 这是我的 陈东你看啊 这是我发明专利啊 你说这帮孙子 就是共产党的 饿跟幼稚 跟漏 你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多么多的农民 我告诉你 他们的农民 他们的漏 他们都没有见过世面 他们不知道世界在发生的变化 以及世界文明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们都不可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俩站出来 因为我们感觉太可怜了 老百姓太可怜了 我们的父母亲 小叶的父母亲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看到了他 我们这二十多年 挣到了钱 而且尤其我们还职业化了 接触到世界上这么多先进的文明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在思想境界上 精神层面上的提高 没有一点 他们依旧是抱着孩子 别动着 别磕着 我跟大家讲 那是中国最牛逼的 他们刚才说的8341的领导的孩子的孩子 孩子 在伺和院里走 那都是混血 怕他摔着 在膝关节上给他的外孙子带上护膝 这都是我们看见亲身经历的 那个思和院 几个亿 没错吧 在北京 对吧 人家干的所谓这些房地产 他们这些傻子们 你们这些孙子 真的 我讲的每一句话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干的几万亿 没有一分钱是你的 对吧 人家干点民宿 对吧 都比你们牛逼一万倍 你们在这忙啥呢 对吧 王天林 徐明 许家义 孙洪斌 是吧 那个傅立那个 傅立这个人 我再跟你讲 你唯一一次机会 当时用了黎兵啊什么的 还好过一定用下去 因为我告诉你 他们还是有背后的刘小江的力量 你们这些傻子 对吧 最后也不要人家了 对吧 最后你们没有 你们再多的钱 再多的狗屁 分分钟灭了你们 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共产党你们体制里的这些人 真的刚才七哥都说了嘛 你们跟我任何利益关系没有 对吧 我们俩要想干点事的话 没问题 在国内 对吧 我们有学校 有基地 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吧 浩海东想勾兑点什么 随随便便 对吧 我们不用像你们这么 第三下四 这么卑躬屈膝 这么样的奴才 是吧 我们可以站着 把我们钱给挣了 勾兑了 对吧 但是 没有一分是我们的 一定完蛋 一定是你们一样啊 你们知道 我跟薄熙来 我跟这个虚才后 我跟什么这些余政生 我跟这些胡德平 对吧 那都是 最后 参加一个活动 那胡耀邦的儿子 说海东你还记得吗 那些大年 大连什么一块吃饭什么的 薄熙来都在 我们跟你吃饭什么的 你还记得我 我说部长 我说还真忘了 他曾经当过统战部的副部长 后来有一个基金的东西 他做保护生物多样性 那个 叫我跟他一块出席活动的是谁呢 张高丽的侄子 给我打电话 东哥 有那么个活动啊 老部长什么的 你一定要去啊 什么的 对吗 我讲的每一个句话 每一个字 你可以去问 问张文元 问胡德平啊 对啊 好久都讲了 所以我告诉你共产党体制内部的人 别再做梦了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这种绞织体制底下 用你们的勇敢 善良 正义 为了孩子 为了 讲大了是为了未来 为了什么中国的 为了你自己的孩子 对吧 我都是一样 我为了我的孩子们 我一定最后要消灭中共 因为有他们子子孙孙不得好 不是在你这一辈得报应就在下一辈 或者下一辈 你这总有一天 肯定不过三代 你一定会被这种绞肉机给弄死 因为好人一定在这体制内 不可能让你能在堂堂正正的 有秩序 有规则的里面 法治的里面能让你生存 不可能 足球骚毒打黑 篮球没有吗 排球没有吗 乒乓球没有吗 跳水没有吗 他们羽毛球没有吗 还甭说令我帮他们睡女孩子 这些三个屁 一个奥运代表团 伦敦奥运会 一顿饭他们吃了六万多磅 还是八万多磅 英镑一顿饭 中国体育代表团 郝海东讲的每一个字都有发票 你们有吗 现在到今天了 伦敦奥运会到今天 谁去查国家体育总局的腐败了 他们这些 对吧 郝海东讲的这个 告诉你们 大家肯定吃惊吗 一个运动员辛辛苦苦的 一个在里面比赛什么拿不了冠军 都那么口出笔伐 对吧 他们一顿饭 外面吃到六到八万磅 英镑一顿饭 郝海东胡说一个字 你们把我抓起来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那都有英国发票的吗 怎么不查腐败呢 这还是体育里面的 何况在医疗 教育 房地产 所有的行业里面 都有多黑 希望体制内的人 你们真正的觉醒 我也相信啊 很多人已经开始觉醒了 因为挡不住我们的直播 一次 两次 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 共产党真正你起来反抗 他们这些孙子都 咱今天讲 刚才七哥说了 什么跟我比 硬不硬啊 还有锻炼啊 有那个 他们没有这种能力 他们真是真是进去了就哭 这帮孙子没有一点点的骨气 胆量 贾秀全高高大大 没错 我跟你讲讲 那都是当年球踢的确实很好啊 进了繁毒扫黑里面 直接跪下 天天举手 政府报告我还有材料解法 报告我还有材料解法 别人都他们气死了 我们还要回家过个年呢 没有陈昭帝 贾秀全已经被抓进去了 陈昭帝当时还活着 那是最后烧病了 一个女孩子 最后文化部部长 我们总政都是女排的 是吧 把贾秀全给捞出来 就是共产党内部的这种角落机体 把一个人 把一个男人 把一个所谓你们看见的 还在球场上能叱咤 风云的一些人都能成了独 但是我们要唤醒他们 我们要给他们的力量 告诉你 看见了吗 有我们在 有像七哥这样的人 我们有正义感 我们可以让你们有平台 来去对抗 反抗 消灭这个邪恶的组织 不至最后都被他们奴役